和仔 和仔, 上來的 是, 我拿了造型照片給神哥看 謝謝 對了, 幫忙試試味 不妨礙你們吧? 不妨礙, 坐吧 你們倆記住 我們要找的是好人好事 調查之前用老闆選客 遇到說了 知道 神哥, 八戒熱線真的會做好人好事? 看他們倆能否找到資料 給他們一點時間 一定會找到值得你們報道的好人好事 抹理花就好, 我喜歡抹理花 你們多給三天時間 再找不到的話就放棄了 重新吐個新題材出來 收到 謝謝 高Sir 謝謝高Sir 謝謝高Sir 我吃了一個, 又甜又多汁 不行 我小子曉陽 他還是喜歡廉皮色的 古Sir 古Sir眼淺,你不用理我 坐下,坐下吃 坐 古Sir,我發覺這個世界上 好人好事不多 你怎麼這麼說 我見神哥他們很盡力地找 但是所謂找回來的好人做好事 背後也是另有目的 那你想想這個世界好人多 還是壞人多? 當然是好人多 但是這樣想,很傻吧 有些人覺得是好傻 但是如果你擁有這些美好的想法 其實是一個浪漫的情懷 曉陽他以前曾經問過我 他說 這個世界到底有沒有聖誕路人 但是我很缺絕地告訴他,沒有 我還逼他 除了他掛在床頭那一對聖誕蜜 但是後來我很後悔 我很後悔是由我這個爸爸 去扼殺了他這種浪漫美好的情懷 但是我老了才知道 擁有這種浪漫的情懷 其實是很難得的 雖然有些人覺得是不切實際 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之中 能夠保留了一點點這種浪漫情懷 他人會開心得多 你覺得是嗎? 同意 就算我今天有什麼不開心 明天一覺睡醒就忘記了 重新俗過 天天重新俗過 曉陽也是這麼想的 喂,拾仔哥 對,我已經到了碼頭了,你在哪裡 還在塞車嗎? 那我先在這裡等一會 船家那邊,我等齊人才叫他過來 我已經跟他說好了 我們上岸大概會拍三小時左右 他會預算時間來接我們 好,再見 救命 我老公給我去,他不知道有水 你有沒有人會救他? 我不懂得有水 我拿些腸材料來幫忙 我幫你報警了,已經是我快來的 救命,快幫我救他,快幫我救我老公 老公,老公你怎麼樣? 老公已經是我…老公 你怎麼樣?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老公…你怎麼樣?老公已經是我… 老公,你沒事吧?他怎麼樣? 沒事…偶然沒事的,不用怕 老公,你沒事吧?你沒事吧? 老公,你給我看這段影片 應該不是想我知道那個小孩子 有多樂於助人吧? Coulson打算把這段影片放在女人俱樂部 你擔心嗎? 那林河是我們TVI的員工 我怕外面的人覺得我們做麻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查過了,真的 那就行了,既然是真事怕什麼被人說 有時候我們就是做事顧慮得太多 久而久之,連做好事都怕被人質疑 可能也因為這樣,可能好事越來越少 林先生,聽說你剛才跳海救人 那些人浸濕了電話 是的 電話大約四千多元,有沒有覺得後悔? 其實情況危急,也控制不了 你介意告訴大家 其實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明明是一個英勇救人的故事 為什麼會有這幾句話? 是我自己加的,我想知道 那就多了,拾仔你是導演 你不會判斷嗎? 對不起,成哥 別客氣了 古先生,一人送送給你們報門 你們在幹什麼? 今天分辨了十幾人 送送給林和先生 你老實在告訴我們 是不是得罪了誰 弄得收到那麼多恐嚇報告? 沒有 你趕快拆開看看,還是什麼? 新手機? 新手機? 這是最新型號,連我也沒買 我有張卡,看看寫什麼 黃先生,見到你見耳勇為跳海救人 連手機也弄壞了,我很佩服 這部新手機送給你的 連這一盒都是手機,那就是全部都是手機 我仔,那你不是一次過收到 十幾戶新手機嗎? 這些就真是好人好事了 這麼多手機你都用不完 不如我們兄弟姐妹替你分擔一下 好啊 和仔,不用管他 手機是送給你的 你喜歡怎麼處理,自己決定 這樣嗎?我要兩部就足夠了 其他那些,你們誰要的就拿去 謝謝林先生 謝謝 爸爸 真棒,最近準時八點就回家了 免得你投訴我 讓我吃飯等到胃痛吧 你忘記了嗎? 阿板說今晚有事 沒空上來煮東西 不然他燒了個雞煲 救我們三爺是孫子的 我記得,我奇怪是和仔怎麼還沒回來 他正在洗澡 他全都開心了 當然了,他親身演示了一件好人好事 得到很多人迴響 和仔真的很像是曉陽 和仔發給我 他正在洗澡,怎麼發個短訊給你 他說進房間看看就知道 我又不是聖誕節 看看聖誕物在這房間,什麼意思 我知道和仔是甚麼意思 他想告訴我 曉陽會知道 如果我可以再選一次 我會告訴他 我很開心 因為他相信這個世界 有聖誕老人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Kelly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怡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 記得LIKE和SHARE